在视频开始之前 马英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认为地球的统治者是谁呢 相信你肯定会说 那不就是我们人类吗 但如果马英俊告诉你 地球的统治者原本应该是章鱼 你会怎么想呢 一直以来 国内外只要有关于深海怪物类型的影视作品 其原型就一定离不开章鱼 主要原因就是 章鱼的生理结构实在太过于离谱了 三颗心脏 九个大脑 以及两个记忆系统 这一度的让科学家们怀疑 章鱼也许最初并不是地球上的生物 而是在几亿年前 跟随着陨世而来 妄图霸占地球的外星侵略者 这样听起来 大家是否会觉得有些荒谬 区区章鱼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呢 就是那再怎么特别 也不至于能和外星生物联系在一起啊 哎 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 马英俊接下来要讲到的故事 将会刷新你对章鱼的认知 2000年 科学家们在西雅图水族馆做了一个特别的实验 他们把一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 放进了四万加仑的水槽之中 并且还在里面放入了数条 足有一公尺多长的白斑绞杀 想要看看章鱼在这种极端危险的处境下 能否有希望保住自己的性命 一开始研究人员们认为 如果章鱼的智商足够高的话 此时就应该将自己的形态变为胶石一类的东西 以便躲避绞杀的追捕 而实验的最初 章鱼也确实如同科学家们所设小的那样 狡猾地躲在了胶石暗处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出乎了在场所有人的意料 原来这只章鱼躲藏的目的 并非是为了在夹缝中苟且偷生 反而是要以此开展一场虐杀的游戏 很快就有落单的绞杀 路过章鱼的身旁 章鱼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用八只触手将绞杀死死的缠绕住 仅仅两分钟的时间 绞杀就再也没有了任何动静 而接下来 章鱼也并没有选择享用自己的猎物 反而像是落在其中的 一只接着一只的虐杀的绞杀 直到绞杀命上皇权之时 他们可能连自己的对手是谁都还没有弄清楚 受害者变成了猎杀者 这是谁也不曾想过的结局 一群体长达一公尺多的绞杀 最后一只不剩 这场实验本应是绞杀们毫无悬念的胜利 却变成了章鱼单方面的绞杀表演 而在目睹了这一切以后 在场的科学家们都浮现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如果在未来 章鱼进化到了可以在陆地上活动 那么人类是否会面临着实验中绞杀的命运呢 在章鱼那看起来柔软 让人无法戒备的外表之下 究竟隐藏了怎样的杀器 而它的能力上限又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真的足够了解章鱼吗 怀着这样不安的心情 科学家开始着手设计实验 测试章鱼的各项能力 而这些实验的结果却令人更加的不安 在实验中科学家们发现 章鱼的眼睛居然是比我们人类眼睛还要高级的存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 人类虽然已经是地球上的霸主 但是在视觉方面 其实处于动物界的中等水平 第一人类的视网膜是倒装的 人类如果想要看到一件物体 首先物体反射的光要通过金状体折射 之后成像于视网膜之上 但此时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还是颠倒的画面 最后还要经过我们大脑干涉的作用之下 才能使我们看到正常的画面 除此之外 人类的眼睛还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 那就是盲碟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 我们不妨来做一个有趣的实验小游戏 来感受一下你的盲点在哪里 这里有一张特别处理过的图片 首先遮住你的左眼 再用右眼盯住左边的加号 然后缓慢靠近屏幕 你会发现右边的实行员 在你靠近屏幕一定距离的时候 会完全消失 这个时候你看不见实行员的地方 就是盲点 如果实验没有成功的话 各位可以暂停之后多尝试几次 这其中的科学原理就是 人类眼球的视网膜上存在着一个凹陷点 那里没有视觉细胞 物体的影像落在了上面不能产生视觉 因此形成了盲点 而这种现象 不便存在于警觉生物身上 然而在我们认知中低等的章鱼 它的眼睛却被誉为上帝的完美杰作 首先章鱼的眼睛不存在视野盲区 也就是说光直接进入眼球 感光细胞直接接受光线 呈向在视网膜上 最终神经纤维将信息传到大脑 章鱼直接就能看见画面 并且因为结构合理 它们的视网膜也不会存在脱落的意外 而这还不是最逆天的 更离谱的还是接下来要说的 章鱼的另一恐怖生理结构 在前面有提到 章鱼拥有九个大脑 并且大脑中拥有五亿神经元 要知道大家家养的宠物狗 也就只有四亿神经元 由此可见 章鱼其实比狗的智商还要高 其中章鱼在头部 剩下八个刺脑分布在八个触手之上 并且每个触手上的刺脑 都有着大量的神经元 多数情况下 触手可以绕过章鱼 直接处理信息 自己完成工作 也就是说章鱼的每只触手 都算是单独的个体 都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可以说章鱼就是动物界的九重人格 在实验中科学家们还发现 一些章鱼在逃脱捕士的追捕时 甚至会丢掉自己的一条触手 而这条被丢弃的触手 依旧会保持思维 并且独立行动 以吸引捕士者的注意力 这样听起来 是不是有些像恐怖小说里的桥段呢 然而更可怕的还远不止于此 1999年 科学家马克·诺曼博士 以及他的工作团队 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 经过了几天对章鱼的蹲守 终于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一只普普通通的理太章鱼 为了获取食物 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变成了一只人畜无害的比目鱼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 居然是让周围的猎物放松警惕 当他得手以后 又几乎在一瞬之间 变成了攻击性极强的海蛇 就好像生怕自己会遭受天敌的攻击似的 在下一秒又摇身一变 成为了狮子鱼溜之大吉 通过这次对章鱼的考察 科学家们发现 章鱼的皮肤居然还有着类似眼睛的功能 能够感知光线 并且还能随心所欲的改变身体的颜色形态 乃至是行动方式 这种改变外貌的能力听起来很像是变色龙的能力 但事实上章鱼拟太能力的使用性 可是足以甩掉变色龙几条街的存在 不仅于此 在科学研究中表明 章鱼也是地点上为数不多 可以使用工具的生物 而这些行为 它们都可以通过观察同类迅速学习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在未来 章鱼的这种能力进化到了 可以伪装成你家里养的宠物小狗 甚至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那我们人类的社会将会变成怎样呢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根本是天方夜谭 章鱼怎么可能进化到这种程度呢 但看完接下来的内容后 不知道你是否还会这么想吗 在科学家们对章鱼的研究中 发现了一件可以说是很诡异的事情 那就是章鱼的进化过程和速度 居然和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不一样 首先章鱼的基因非常复杂 甚至比人类的基因数量 还要多出一万个以上 并且章鱼还会主动牺牲DNA的进化 换取更多RNA的编辑 这是在自然界任何一种生物身上 都不可能看到的现象 因为这是一种主次完全颠倒的机制 打个比方 一个厨师会根据菜单来制作食物 可如果把章鱼的基因比作于厨师的话 那就完全相反了 他会舍弃菜谱 按照自己的需求 制作出自认为最好的食物 也就是说 章鱼的进化过程 根本就不能按常理来推算 未来的章鱼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根本就不是我们能预料到的 看完这些相信大家也理解了 为何科学家们会将章鱼与外星生物联系到一起 那么这时候有长了算的小伙伴就要问了 啊 马英俊 既然章鱼真的这么厉害 又这么无懈可击 那么章鱼为什么还没有推翻人类 统治地球呢 事实上章鱼之所以没有推翻人类的理由 只有一个 那就是寿命 章鱼的寿命实在太过于短暂 仅仅只有三年左右 因此通常情况下 章鱼在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时 就已经去世 就像是一种基因所 牢牢的将它限制在了未成熟的阶段 所以章鱼到目前为止 还不具有能动摇人类社会的力量 那么有没有例外的情况呢 如果章鱼活了数十年 乃至数百年会变成怎样呢 当然也有 比如我们之前一期节目提到的克拉肯 它是挪威民间传说中 游离于挪威和冰岛近海的海怪 在十八世纪的挪威 假如有一个渔民某天的收获破风 其他渔民此刻便会调侃一句话 你一定是在海怪的头顶上捕鱼吧 而这样的传闻无信中告诉了世人 克拉肯的身躯是多么的庞大 它既能容纳渔民在其中捕鱼而不被发现 并在身体浮上水面之时 人类甚至会以为是一座小岛 而当人们登上了小岛 在上面暗淫扎载之时 克拉肯便会缓缓下潜 带起巨大的漩涡吞噬掉这些无知之人 当然这也仅仅是存在于小说的故事情节之中 现在还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表明 克拉肯是真实存在的 不过迄今为止 人类确实发现过不少变异的章鱼 1957年在日本发现了一只85条腿的章鱼 1998年在日本又发现了一条96条腿的章鱼 甚至就是在今年的近期 2021年6月23号的韩国也发现了一只32条腿的章鱼 而造成这一切背后的原因 想必不说大家也都知道 那就是核辐射 核辐染造成的损害是巨大不可逆的 并且可以深远的影响生态系统 如果真的有一天 章鱼因此变成了某种恐怖的生物 似乎也不像是一朵玩笑话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不重视自己的环境 毁掉我们的一定会是我们自己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评论给各位分享的东西太过于劣奇 所以今天这一期也是少记得出了一期科普 如果各位喜欢的话 以后也还会出一些带有劣奇性质的科普视频 最后各位也别忘记点个赞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